李肖鹏热身赛喜赢两年胜 3月15日国足在海口迎来了第三场热身赛 对手是同样在海口训练的有二三国足 凭借着刘洋高天义的进球 国足最终2比0取胜对手 李肖鹏也迎来了直较国足的首次两年胜 此前的两场比赛 国足均是与亚太展开对决 首回合 国足暴龙打平亚太二队 刘洋开场送吴龙 料理生扳皮 第二回合对决 李肖鹏做出调整 张玉宁 朱晨杰 韩龙 张希哲 吴希破门 国足5比0大胜对手 也逐渐找回了状态 第三场热身 与国欧的比赛 刘洋进球将攻鼓破 高天义的破门也意味着 接下来比赛他将得到李肖鹏的重用 毕竟规划球员和吴磊的学习 导致最后两轮抢分难度变大 与其考虑追求成绩 不如给年轻人机会 李肖鹏本人也表示 如今已经不考虑成绩不成绩的 困难时刻谁想上 谁愿意上 国家队就会给机会 希望接下来的12强赛 李肖鹏能延续热身赛两年胜的好运 费用力赛四年胜的费用力赛三年胜的好运